在滿高麗菜的貨車停在市場外待命 場管大台北漱果批發的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爆發群聚感染 包含員工 承銷商派遣工在內 累計45人確診 造冊上千人 唯獨疫情 不過北農人員全台北中南流動頻繁 再加上員工戶籍地址並非都在北市 疫調碰上難題 就怕當前政策緩不積極 中央地方聯手想出新戰術 如果要每個禮拜做快篩 那不如我們乾脆就把這四千人 全部打疫苗就解決掉 第一輪將有先前以快篩陰性的四百名員工 以及沒有接觸時感染機率低的人 又先施打 至於確診者與接觸者 則是要先經過快篩 確認陰性後才能施打 我們對於熱區都有加發疫苗 就請台北市在加發的疫苗裡面 做一個最妥適的分配 它產生效果至少要兩週四週 過一段時間防護力起來 那對疫情的控制是有幫助 從被動防守轉為主動出擊 預計兩到三天內就能將四千人全數施打完畢 面對疫情及時改變戰略 防止群聚案再擴大 白新聞台北綜合報導 位置